唐纳森 梅连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蓝鸟今天前往客场挑战精英 蓝鸟先发投手哈普 J.A.H.A.B. 猪头六局标出九次三阵只是一分 而阵中巨星唐纳森 Josh Donaldson 在九局上的满罐炮更是直接锁定胜利 中场蓝鸟以7比1大胜精英 收下二连胜 蓝鸟先发左投哈普 今天表现出色 虽投出三次保送 且两度背对手攻占三壘 战斗成功化解危机 唯一失分是在三局下 精英明星有几码差多 Manny McAdoo的羊川炮 而蓝鸟对唐纳森在九局上 球队两分领先的情况下 敲出个人生涯第四支满罐炮 把分刹直接拉开至六分 精英本场虽敲出九支安打 但在得点圈有人的情况 打数却是惨淡的十二支零 整场合计留下了十一个残垒 无法成功串联进攻火力的情况相当明显 而本季表现低迷的精英巨炮戴维斯 Chris Davis 在第六局被三阵后把球棒折断 同时怒摔安全帽戏份 他本场比赛四次站上打击区吞下2K 没有敲出安打打击率下降至0 088 088